时隔20天,继RX6400发布之后 AMD再次祭出了精湛刀法 推出了预告已久的RX6650XT RX6750XT和RX6950XT三款全新显卡 如果再加上此前发布的8款 那么RX6000系列显卡的总数就已经来到了11款 这放在AMD以往的产品系列中也是不多见的 当然数量不是重点 重点还是在目前显卡行情下行阶段 显卡的性能和价格能否是玩家们需求的那样 那么废话不多说 下面就赶紧跟着超级客的步伐 进入本期的首发测评吧 本次首发测试的产品 我们选用了来自于汉逊家的RX6950XT红膜 可以明显地看到 作为面向4K游戏的顶级旗舰卡 RX6950XT完全是堆料矿膜 真卡尺寸长320mm 宽135mm 高62mm 电源接口为3x8pin供电 支持PCIe 4.0协议 依旧是三风扇散热 拥有一个HDMI 2.1和三个DP1.4接口 至于核心规格上 RX6950XT采用了台积电7nm制程工艺 基于了全新的Navi21XTX核心打造 拥有5120个流出的器 接触频率为2226MHz 加速频率为2435MHz 配备了位宽为256bit的16GBGDW显存 整卡功耗为335W 建议电源900W 如果要与目前的RX6900XT所比较的话 RX6950XT除了核心规格完全没变外 主要就是提高频率以及增加了带宽 至于性能提升究竟有多少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首先介绍一下本次的测试平台 为了避免其他因素对显卡造成影响 所以CPU选用了i9 12900KS 主板为LG Z690 Hero 内存DDR5 4800MHz 16GB 2根 硬盘为SN8501TB 电源为安泰克1000W金牌全模组 对比的显卡为RTX3090和RTX6900XT 首先是基准性能测试 在3DMark和Time Spy测试中 RX6900XT的最终得分为21129分 这个分值均是强于了RTX3090和RTX6900XT 领先幅度分别为8%和14% 表现基本上与AMD官方所公布的那样 然后是实际的游戏测试 测试分别率竟在4K下进行 第一款游戏是以优化著名的极限竞速体评验5 在开启高特效下 RX6900XT的平均帧数为91帧 表现十分不错 但却只比RTX3090多出了1帧 当然这样的帧率也比RX6900XT多出了约6% 接着是在刺激的英灵店最高特效中 RX6900XT的最终成绩为74帧 领先了RTX309015% 可以是相当的不错 但却仅比原版RX6900XT多出了5%的震率 差距也确实不是很大 同时考虑到这是款专注于A卡优化的游戏 所以RTX6900XT的表现算是在意料之内 然后是在荒野的贝克旧12中 开启最高特效 RX6900XT的表现十分亮眼 已经来到了73帧 同样是领先了RTX30904%和RX6900XT12% 这样来看 在传统光山化游戏中 RX6900XT的性能算是小幅领先RTX3090的 至于对比RX6900XT 还是有着平均9%的提升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RX6900XT 在光芝游戏中的表现 首先登场的变成我们的老朋友 古墨林安影 在不开启光芝的高特效下 RX6900XT能够跑到96成 相比RTX3090多了2帧 而在开启光芝的显像后 RX6900XT的帧率便来到了55帧 直接是降了41帧 但相比RX6900XT也是领先了19% 同时由于光芝是N卡的强项 所以RTX3090实现了反超 领先了RX6900XT7%的帧数 另一款光芝游戏便是Kamago军团 在不开启光芝的高特效下 RX6900XT能够跑到63帧 几乎与RTX3090的64帧处于同等水平 但仍然领先了RX6900XT18% 然而在开启光芝选项后 RX6900XT的帧率便直接来到了主机级的27帧 而这个时候RTX3090也只有30帧 完全是难兄难弟的表现 当然我们也测试了光芝追踪杀手 赛宝宝告2077 可以看到在不开启光芝时 RX6900XT的表现几乎与RTX3090一致 然而是领先了RX6900XT14% 然而在开启光芝选项后 帧率也只剩下了42帧 距离60帧唱完还是有些差距 看来光芝选项对A卡而言 依旧是有待提升 不知道下一代的7000系能否有较大改善 最后我们也测试了几款护身较格的网游 比如永结物件 APEX英雄和绝对求生等 可以看到RX6900XT对于这种游戏 完全就是通杀 全特效电竞级帧数都是能够满足的 好了最后做个简单的总结 其实从最初的规格中就可以发现 RX6900XT完全可以当作是RX6900XT的超频版 所以性能提升大致在7%到11%左右 而部分游戏也可以小幅领先RTX3090 但绝大多数还是打得有来有回 在这里由于时间关系 所以2K分辨率以及更多主流游戏的测试 我们将会放在之后的视频为大家展示 同时考虑到目前大家都认为老卡旧卡皆为矿 所以作为新卡的出现 RX6900XT就很好地避免了这一点 而你也是否会考虑选择购买这张显卡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弹幕上说出你的看法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强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